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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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 一 不久的将来 四 一个未来的主人王 自从北京最好的 人文学术书店 万圣书园被迫停业后 我很少去海淀区北大公门一带 三连读书新春聚会后约一周 我还是去了 过去一周 我过得很好 没有不愉快的事 每天读报上网看电视新闻 每天庆幸自己住在中国 偶然感动一下想流泪 挺幸福的 本来也没有再惦记小溪 因为觉得她现在的状态 跟我的心境和生活有点不搭掉 只是连续几个晚上 睡觉睡到凌晨醒来前 最后的一个梦 都梦到小溪 弄得我浑身亢奋 可能是身边太久没有女人的缘故 我还有一次梦到芳草地 那是个令人厌烦的梦 走来走去在原地 我有点后悔没拿他们的手机号 而他们也没再联络我 看来我在他们心目中没这么重要 芳草地我不知道如何可以找到 也没想找她 那就算了 至于找小溪 我还有一条线索 所以来到北大东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小溪和她妈妈成了个体户 在北大东门外居民楼前的维建平房 开了一家小馆子 叫五位餐馆 我管小溪妈叫宋大姐 她家的贵州家乡俄 有点名气 不过主要是小溪和她的一帮朋友们 整天泡在那里 一聊就是一晚上 五位一度成了海淀那代楼外 和知识分子的沙龙 后来停业了几年 到邓小平南巡后 又在附近找了个地方重开 我那时候每到北京还会特意跑去吃饭 不过已经好多年没去了 管子还在吗 我一到北大东门外 马上知道没指望了 整片居民楼平房都拆了 管子哪还会在 管子不在了 万圣书园也不在了 我毫无留恋的走着 打算徒步走去五道口的 光合作用书店逛逛 聊胜于无 再去雕刻时光喝杯咖啡 这一带曾经是摇滚乐 在西边的根据地 有几处演出场地 不过我近年没有再注意这个圈子 也不知道哪些场地还在不在 在城府路上派到五道口的时候 我走过一家店 感觉像错过了什么 回头看 门面有点粗放的设计感 店名叫五位 也没说是中餐馆 西餐厅还是什么演出场地之类 我还真的待了一下 跟五位餐馆有关吗 我决定推门进去看一看 里面也是粗放的设计 餐桌椅子 都是有设计感的低价普通产品 有个小舞台 勉强可以容下 一直四人摇滚乐队 大堂没人 但礼物传出 一把红亮的声音 却是我熟悉的 我拨连走进去 叫一声宋大姐 小西妈一眼认出我 老陈 宋大姐 我来看你来了 我说完觉得自己有点虚伪 宋大姐说 看到你太好了 真是稀客一样 她拿了凭常温的烟精唇声 拖着我到大堂坐下 见找你太好了 老陈 我还真常惦记着你 我有点惭愧 来了北京几年都没想起来 问候一下老人家 我前阵子碰到小西 宋大姐突然压低声音说 你多劝劝她 多劝劝她 我也只是在三连书店 偶然碰到她 她会来这里吗 我问 不会 你有她手机吗 我打个电话给她 我就想要她的手机号 她没用手机 宋大姐一直在看门外 说她有电子邮件 她现在整天在网上跟人吵架 地址换来换去 你劝劝她 我心想 只能用电邮联络吧 总比联络不上好 宋大姐站起来 我去拿她的新邮件地址 我有点口是心非说 不急 待会再拿吧 待会怕忘记 她急急地走到店后 我心想 宋大姐还是这么热情 老派人 这时候 一个年轻人走进来 该是迷死女生那种男生 个子高 样子特别端正 像个运动员 我注意到她穿了双白色高腰球鞋 北京土多大呀 一般男生不大穿白球鞋 她很自信地看着我 好像想知道我是谁 但很有礼貌 您好 您是 我是 大姐的朋友 我突然领悟 你是 我想说 你是小夕的儿子 不知为什么 犹豫了一下没说 姥姥 男生和宋大姐打招呼 来了 我外孙 这位是陈老师 我故作惊喜 你外孙 陈老师 我叫维国 姓慧 一表人才啊 我们握手 我想起十几年前见过这孩子 小夕以前也说过孩子随她姓为 宋大姐说 陈老师是台湾人 老顾客 宋大姐用老顾客来形容我 我好像没见过陈老师 维国说 在老店那边 宋大姐向维国解释 陈老师多年没在北京 我说 大姐 我现在搬到北京来住了 维国不问我住哪个区 却问 陈老师 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作家 维国对我的兴趣大了点 写什么 我说 什么都写 小说 评论 评论什么 吃喝玩乐 文化媒体 企业管理 维国问 您对中国现状有什么看法 宋大姐 晚上就在这吃饭吧 今天有事 百天吧 我跟维国聊一下就走 宋大姐说句你们聊就走到店后去 维国眼神很坚定的看着我 有股年轻人少见的涉人之气 我想知道小夕为什么说跟儿子没话 我故意说 现在大家都说了 哪里都不如中国 小夕说过这话 向她儿子说的话 您说的很好 这是正确的 纪献林先生说过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这是不可阻挡的 我逗她 那你 打算在中国人的世纪做些什么 一般年轻人都会腼腆一下才回答 为国不是 我现在上北大法学院 毕业后 我会报考公务员 当官 国家和党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我想起小夕提过中宣部 试探说 为国 如果随便让你挑 你想去什么部位 中宣部 没想到她如此坦率 她补充 当然 中宣部 不是随便进的 这只是我现阶段的最高理想 我问 为什么是中宣部 一个国家民族 不能只靠物质力量 还要有精神力量 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 硬实力重要 软实力一样重要 我觉得中宣部非常重要 现在还做得不够好 可以做得更好 我问 可以怎么好法 她好像训练有素 譬如说 对网络和网民的理解还不够 对年轻人的走向 也掌握得不够精准 这方面 我可以有贡献 还有我是学法律的 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 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 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 当然 作为年轻人 我也有不成熟浪漫的一面 我认为中宣部很浪漫 她终于有点腼腆 浪漫 怎么说 您是作家 您应该知道 只有精神的才是浪漫的 中宣部就是领导全国人民精神生活的 我不想再谈中宣部 指了指舞台 你们这有现场表演 一些新人的乐队 也有学校社团的 每天晚上都有演出 是我给姥姥出的主意 来这里的什么样的年轻人都有 有助于我了解他们的心态和动向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呀 我故意说弄一个这样的场所 鱼龙混杂 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她大概觉得我有点幼稚 说那你太小看我们党和政府了 一切都在党和政府的掌控中 一切是清清楚楚的 我说高兴跟你聊天 为国有意思 但我得走了 祝您在北京玩得愉快 写文章多介绍中国的真实面貌 叫台湾同胞 不要随便相信西方媒体 她说 我想说跟你姥姥说 我走了 宋大姐走出来 怎么走了 有事 在东边 早点走 怕碰上高峰 我说 有空过来吃家乡了 宋大姐伸手 一定一定 大姐你多保重 我双手握住宋大姐的手 握着手 我及时反应的 取过大姐手中的小纸条 大姐和我竟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我走出门之际 为国叫住我 冷冷的问 陈老师 最近见着我妈了没 我一张口径撒谎 没有 她礼貌的说再见 我点点头 禁不住再瞄了一眼 她那双雪白的球鞋 五 老陈的本命年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是该有些奇奇怪怪的事发生了 譬如经常把自己感动得想流眼泪 譬如小夕 以及方草帝的香气出现 都令我隐隐的感到异常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 小夕和方草帝这样 跟社会氛围完全不相配的人了 当然 中国这么大 什么样的人都有 事实上 从八十年代中 我出来大陆 直到前几年 我还没少认识这样的人 但这几年却少了 尤其是全球经济 进入冰火期 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 我的生活圈子 再没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人了 先说三类我常交往的人 一类是我家的清洁阿姨 我只请户籍北京 家人都在北京的下岗女工 因为我老不在家 用北京人安心 现在那位阿姨的女儿都大学 毕业在外企工作 生活不成问题 只是喜欢动 喜欢干活 她边干活 边说她女儿和女儿男朋友的琐事 例如女儿烫个头发 花了多少钱 或女儿男朋友 可能要被调到上海去 她还会把她 从福建东南卫视上 看到的台湾新闻告诉我 我就坐在书桌旁边 看电脑边听 有时候她让我烦 有时候我感谢她 让我知道老百姓的事 二类是流行媒体的记者 大多年轻 却个个声猛 全中国值得他们知道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 谁火谁不火 哪个夜店 哪个out 哪部贺岁片棒 哪部烂 今年去哪旅行财库 都知道 他们要做各种专题 凡想要找一个境外人士 发表些意见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想到 我这位在京的台湾文化名人 方便吗 北京媒体多 每个月总会有几个记者来找我 我也很乐意跟他或他们聊 知道年轻人流行些什么 有什么时尚玩意儿 让自己不落伍 三类是出版社的编辑 我有几本书的简体版都卖的不错 故常有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 想替我出书 只是这几年 我一本都写不出来 只能推销自己一些 尚未在大陆出版的台湾就做 有一两本还真给我重新包装一下 快要出简体版了 有时候他们会带我去见出版社老总 有些我早认识 以前他们什么都不是 现在则是什么出版集团的总经理 牛哄哄的 一般对我的书没什么兴趣 只跟我谈集团上市 偶然作为台湾文化界在大陆的一个人物 我更有机会碰到一些新闻总署 文化部对台办统战部的官员 现在在中国当官当然是最了不起的事 个个都很有风范 不管什么级别说起话来都气宇宣昂的 他们把台湾人当小老弟 只要求你当他们是老大哥 我说我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个人物 各位不会太有意见吧 我虽然香港出生 在条经岭念完小学 才追随父母迁居台湾 但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台湾人 我从小爱看书高中就立志当作家 盛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台大外文系 白先勇的系 佩尔求其次是台大中文系 林文月的系 结果都进不了 去了文化大学新闻系 我大二那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 调景岭的春天 还得到中央日报大学生族短篇小说奖第二名 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念的是文大而不是台大 才不让我拿第一 我生气之余 学陈映珍的风格 写了一篇讽刺时政的短篇小说 我要出国 未敢公开发表 在同学间传阅 托获好评 女生特别喜欢 想不到 竟有些党外人士来找我 想拉拢我 我既兴奋 又有点害怕 我是个学生 父母辛辛苦苦 供我读大学 我得考虑自己的前途 这篇小说报禁解除后 才在新生晚报发表 已没有实效 年轻人都不理解我 在讽刺什么 毕业后 原想到美国的密苏里 哥伦比亚等新人学名校念学位 但都没报上 就算报上 没有奖学金也去不起 幸好 当年在调警领 我母亲曾替当地的一家天主教堂做过几年饭 那个白乃迪神父到台湾访问时 找到我家 白乃迪时任美国中西部 一家教圣约翰的天主教大学的主任 管学生事务 就把我收到圣约翰的文学硕士班 还给了奖学金 我每天就对着玉米田和乳牛 念英文 看小说 最爱看雷蒙德、钱德勒和达雪尔哈米特的硬汉《侦探小说》 论文则写陈查理与东西方的侦探逻辑 熬了一年半 暑假不休 什么地方都没去 拿了个学位 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香港《明报》 说纽约有个华侨 要在美国办一份《华文日报》叫《华报》 替他主事者是那次我拿第二名的小说奖的一名评委 我找到他 他电话上就叫我立即到纽约上班 才终于到了纽约 之前我只是去了美国 《华报》规模很小 出了纽约唐人街就买不到 我一代多年 心情甚为郁闷 无聊到在写小说 写了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 没想到有了这本留学生小说 我可以终身受用的 挤身在《华文作家之列》 小说用的是意识流的现代主义手法 真不知道自己当年是怎么写出来的 台湾也够了不起 竟然有这么多人看过这本小说 很多人不知道 这小说在台湾历年累积卖了十万本 可惜没人编台湾 小说销量总排行榜 也是在纽约期间 武侠小说大家金庸访美 我替报社采访他 侍逢金庸在台湾解禁 名字可以见报了 访问被台湾联合报转载 阅读力其高 年代我也成了名记者 金庸也喜欢那篇访问 他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 会说广东话 就叫我去香港替明报做事 我辞掉美国的工作 去了香港替明报月刊做编辑 兼替明报日报中国版写大陆报道 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 我访问了许多大陆老一辈文化名人 建立了我在大陆的人脉基础 也经历了一些大场面 丰富了我对大陆的认识 九二年金庸退休 正好联合报招手 想找我编大陆办 也刚好北京的女友决定出国 便想跟我分手 我决定回台湾 在联合报的时候 我着手整理手上的稿子 打算出一本大陆文化名人访谈集 当时我认为 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传世之作 因为这些堪称国宝籍的文人都很老了 有的甚至已经过时 我的访谈成了绝项 价值不在话下 可能我动作太慢 休来休去 误了时机 在这本新传新存大陆一文百人陈沟鲁出版 台湾气氛已变 书连当时的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都没上 只有在联合报的读书人班做了介绍 也就再没人谈论了 李登辉当了总统后 省级族群之政越演越烈 台湾人关心的是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 而不是大陆文化 书出版后 圈里倒是把我认定为中国通 支中派大陆问题专家 就是说大家对我都不感兴趣 我心有不愤 决定要让别人对我另眼相看 写不出文艺巨著 也要写出畅销书 当时关于台海战争的书大卖 我也研究了一番国军与共军 看看有什么角度可写 后来发觉跟风的书太多 只得放弃 但学到了一招 想跟风 手脚要快 我那时候有点慌 乱石头鳞 我写了本侦探推理小说 十三个月亮 没火 有人写人生哲理 报德大名 我也写了一本人生哲理 没火 管理学大热 我写了几本办公室攻略秘籍 没火 什么人生哲理 管理学 却是我投机之作 卖的不好 我认 但是我认为十三个月亮不该受埋没 十三个月亮绝对是台湾 原创侦探小说中的佳作 可惜当时台湾读者 习惯了日本推理小说 和克里斯蒂的英式 谁是凶手小说那调调 不懂欣赏美事 硬汉侦探小说的酷幽默和事故 评论界也不知道我花多大力气钻研这类型 我或许不是一流的作家 但我常记住英国作家毛姆自嘲的话 在二流作家中 我是最好的 现实里 我连二流都没到 我的书三番四次 既不叫好也不叫做 让我沮丧了好一阵子 终于 机会来了 外国出了一本 看EQ情商的书 台湾版大麦 我结合了多年的累积 从中国文化到人生哲理到管理学 以最快速度写成了中国人的情商一书 中途我曾想过 找一个漫画家合作 出漫画中国情商 会不会卖得更好 幸好我打消这个念头 抢时间 先出为快 果然 书连续六周上了金石堂排行榜 最高冲到第二名 翻译书排行第一的 还是原装EQ的综艺本 看到自己的书每天放在成品 金石堂最耀眼的位置 却是很大的满足 之后几年我还编写了 一系列中国人的这个智慧 那个智慧 都卖得不差 直到台湾读者不喜欢书名上 有中国人三个字 至此我既是名记者 小说家 大陆问题专家 立志自我增值专家 也是畅销书作者 最后的一项 让前面的头衔变得有意义 大部分人没看过我的书 也弄不清楚我写过什么 只知道我是畅销书作家 在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 还比较尊重畅销书作家 运气是一阵一阵的 总是锦上添花 到了千禧年后 我的几本书分别在大陆出版 曼哈顿最后一般挥狗 书名改成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宁约 书卖得可以 只是没听说有人看完过 但有大陆媒体形容 我是台湾先锋作家 新传新存分成三册 叫文学新传 艺术新传 思想新传 卖得一般 却或新周刊评为 年度优秀图书设计作品之一 另外中国人的E2和那系列的 这个智慧那个智慧 也都授权大陆出版 正版版税收的不多 不过加上地摊盗版应卖得不错 我在大陆也博有名气了 04年陈水扁又当选总统 联合报的大陆版在剪篇幅 报社也想精简人力 鼓励员工提早退休 我识相地办了退 领了一笔退休金 搬到北京 初到北京 我有点紧迫感 勤于笔更 替大陆报刊写台港文化 替台港报刊写北京上海 前者媒体多 后者北京上海热 最重要的是 我不忘敢在北京奥运前 在两岸三地出版了 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 有趣的是 书在台湾 香港都卖得一般 反而在大陆卖得好 媒体报道也多 新闻总署的一个司长 跟台湾文化介书 还主动替我运作 拿了个国家级文化类图书的二等奖 并上了央视的读书节目 我也总算得到体制内的认可 现在我对自己别无所求 只欠一件事 好好的写一本小说 我的游历西斯 我的追忆似水年华 在这个没有一流的年代里 我要证明自己是二流中的最好 我推掉所有书报刊写文章的邀请 专注写我的小说 可是我一个字都没有写 生活费 这不是重点 好吧 坦白跟你说 我的确不愁吃不愁喝 西哲说 幸福是有点名 但不要太有名 有点钱 但不要太有钱 我的生活 不是靠稿费板是养的 那加起来没多少 是这样的 上世纪90年代初 我还在香港明报做事的时候 打算跟女友结婚 在太古城买了个90平米的二手房 后来 女友去了德国家的人 房子就脱经济租掉 我回台北去了 以后每年改租约的时候 才发现房价和房租都成倍成倍的涨 到97回归前卖掉涨了快十倍 我一生打工都赚不到这一栋房子的钱 后来亚洲金融风暴 台币贬了 幸好我的钱还原封不动的存在香港银行 到了2004年 我搬到北京 在政策说 外国人包括台港人士不准买第二套房的前几个月 在幸福二村买了三套房子 一套自住两套出租 钱都换人民币存银行 而人民币还升值 然后 世界经济一波一波的出现危机 只有中国欣欣向荣 我这点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没错 这还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两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04年到北京时 我财务状况已经很好 但却努力写作 真的挺比 是因为我完全失去了写作的感觉 那是在官方话语所说的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 中国盛世正是开始之后 即两年多前 从那时候开始 不论在北京或全国哪里 我都看到人民过着好生活 觉得自己心灵充实 生活愉快无比 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幸福感 是这样的幸福感 让我再写不出东西 的风能 即等你 即是 冬的 冬的 学生 都是 跟 谢谢大家